小哥,这个呢,就是咱们养殖会家里常见的这种玉米结杆 但是呢,这太粗了,几乎把整个料仓填满了 所以这样的话特别影响它下料,费电 如何才能压颗粒的话,让这个产量很高呢 如果能粉碎到这种程度的话,这下料速度您觉得还会慢吗 像这种料是如何粉碎出来的呢 看我身边这一台,这个呢,是我们的多功能粉碎揉丝机 可以炸草揉丝,也可以粉碎骨 像刚才那种玉米皮,玉米结杆都可以粉碎成那种细末 下面呢,我就用粉碎的这么细的玉米结杆焯粉来压制颗粒 咱们看一下,这颗粒机如果不加水,它压制颗粒,行不行 还有这个是玉米粒,纯干的玉米粒 下面呢,我用这两台设备来试一下机器,让大家看一下 有朋友就有疑问了,说为什么这两台机器看上去一模一样 有必要一块试两台吗? 看着一样,实际不一样,这个是4毫米的,这个是3毫米的 这台机器用来养殖猪羊羊鸡鸭都可以 当然可以调节长短来养殖不同的牲畜或者加水 这台设备养鸡,就用它养鸡,3毫米的,非常方便 下面呢,我开机,让大家看一下 草粉和玉米粒,先压这个4毫米的 草粉和玉米粒 应该一盆,一瓢草料,就压着这么点颗粒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颗粒的硬度非常的高 压缩比非常的大,这是4毫米的颗粒 只有这么点啊 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这3毫米的 这是3毫米的颗粒 咱们可以对底下,看这3毫米和4毫米的颗粒 这边呢,是4毫米的,压缩比非常的大 这是3毫米的,同样的,硬度非常的高 这种颗粒啊,养鸡效果非常的好 下面呢,我用这个存韵米粒 看一下这两排是要给加工的效果怎么样 有些粉粒啊 不然那很多粉粒,说明它太干了 不然那有很多粉粒 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出来的都是,虽然有颗粒,但是出来的粉粒也比较多 这说明啊,料太干了 所以像这种料啊,咱就可以稍微拌一些水 再看一下 稍微拌一些水 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咱再看一下这个粗料 没有任何粉粒 出来的颗粒非常完整 同样的料,可以看到啊,现在没有任何粉粒 出来的都是完整的颗粒 这是4毫米的颗粒 下面呢,白水干料 我估计用3毫米的磨盘 压制颗粒的话 不需要加水 出来的颗粒都应该没有问题的 下面再看一下啊 没有任何水 是不是没有任何粉粒 而且没有加水 同样的料 咱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3毫米的颗粒 同样的玉米粒 没有任何加水的这个料 都是干料 和这个刚才这个4毫米 是用同样的玉米粒 但是出来的料 就不一样了 4毫米的颗粒 压缩比没有3毫米的压缩比大 所以啊,如果含水量太低的话 您就需要稍微加一点水 3毫米不用加水 照样出来完整的颗粒 然后呢 相比这个 纤维量比较大的这个玉米结杆的话 像玉米粒粉料比较多 玉米结杆不加水 出来的料都非常的完整 而且硬度更高 可以看到啊 这是4毫米的玉米结杆粉碎料 光泽度 这是3毫米的玉米粒 通过这条视频啊 估计很多朋友啊 对颗粒机 大概您也有所了解了 如果您不会使用颗粒机的话 记得给小哥点个关注 点个小红星 可以私信我 或者在下方留言 好 好